北京时间的2月14号 美之兰官方公布了上周东西部最佳的球员 沉默中爆发的林书豪摘得了东部的州最佳 在一周之前不到24岁的林书豪 还只是尼克斯队可以裁掉的持有非保障性合同的球员 但是一周之后 林书豪已经成为了气死科比 不让詹姆斯的美之兰州最佳球员 那么在这过去的一周当中 林书豪到底做了什么呢 北京时间2月5号 林书豪在尼克斯主场期败网队的比赛中 得到了当时职业生涯最高的25分 而按照美之兰的规定 2月10号前 球队可以裁掉持有非保障性合同的球员 林书豪恰恰手握着一份年薪78万美元的非保障性合同 换句话说 如果不是最近一周的爆发 林书豪现在可能是个正在找工作的失业球员 而此前 他曾经先后被勇士和火箭队裁掉 去年夏天 美之兰停摆期间 他还曾在中之兰东莞俱乐部视讯 但是最终 林书豪选择重返美之兰 并且在小四和安东尼相继缺席的情况下 带领尼克斯取得了五连胜 重返东部前八 一时间 美国媒体好评如潮 在主场砍下38分 帮助尼克斯击退胡人之后 雅虎体育将他称作曼巴杀手 黑曼巴正是胡人当家球星科比的绰号 美国娱乐体育电视网ESPN 则给出了临时出品的标题 而纽约球迷对他的喜爱 直接体现在了球衣的价格上 尼克斯当家球星安东尼的球衣 是45美元一届 林书豪的球衣则是55美元 而且已经脱销了 滚了 百分之后 颜色的颜色 的颜色